保釋紙是沒有寫到罪名的 就叫我保釋紙 要我給了一萬元保釋 給了一萬元保釋 然後就要我 即是就可以保釋 也沒有控制我 連9月29日這一條 我現在一共有三年 三條最未要等待劈好的 這個就是9月8日 9月8日 這個是9月8日 9月8日 9月8日 就在珍江道POPPON商場 叫口號 他就說 就抓我的時候 抓我的時候 就說我煽動他人分裂 煽動他人非法集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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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寫宣傳或公布非法的工作集會 那這一條罪名很輕的 這條罪名 我看最多是每一年 但是應該是罰錢的 如果真是覺得日本是分錢 分錢 分錢 違法 宣傳 那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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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條很輕 很輕 很輕的 不宣傳這部非法的工作集會 即是說在聽人 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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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唱 那些 很輕 這條是9月8日 9月8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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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 然後第二條 第二條 這條 就是9月22日 9月22日 就在將軍島科官商場 叫 被抓 那時候 就說是煽惑他人分裂 好嗎